所以說你也看到了很多 大家不知道的探索餐 也吃了對不對 充不充實 充實 而且真的沒有一道是我看過的 你看 真的是 獨學而無有 孤陋則寡文 對不對 是獨學而無有 孤陋則寡文 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 從現在開始 就一路再整理 還要再吃 沒有… 我們現在先贊店飯店 好 飯店 嚇死我了 不要怕 你講得都很充實對不對 吃太多了吧 但算不是還吃得下了 因為很多人來泰國 去的飯店 也是屬於那種比較高檔的飯店 但我們今天 我找的飯店稍微不太一樣 可能沒有那麼高級 可是也是一種生活體驗 好不好 差不多快到了 出國嘛 就是要追求不同的生活體驗 所以這一次 我們選擇入住Hostel 就是背包客棧 而且你住宿的價錢很划算 還可以認識很多來自 不同國家的朋友 光想就很有趣了吧 話說今晚入住的旅店 我可是從APP上面 精挑細選出來的 舒適度跟整潔是基本之外 旅店每天還會安排 不同的主題活動 你說是不是很棒呢 真的 而且這個APP我以前就知道 它叫做Hostel World 我有很多外國的朋友出國玩 都會用它來訂房 因為他們總共有上萬家 合作的旅店 很多旅遊城市都有據點在 所以只要開啟APP 用地圖來搜尋 根本不需要焦慮太多住宿的問題 馬上就可以選到好的旅店 背上你的背包出發囉 超級好用的 這個就是我們找到的 這個地方 它是怎麼樣 它是背包客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的 對 到晚上的時候 對 看是不是看自己 到晚上的時候 看過去會不會買一些東西 來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給就是背包客的行李 不用錢 不用錢的 什麼東西最好吃 不用錢的最好吃 沒想到 它這樣還有實力來的 不要客氣 抓就是 這個亞洲人比較少 因為 因為亞洲人習慣是住飯店 對不對 像這種背包客的行李 比較便宜 一般老外都可以這樣 對 所以我們這一次 也是為了讓你體驗 不然平常我們都是住 那種小小的飯 對 你知道嗎 不是 因為你是混血嘛 你總是要用外國的樣子 對 對不對 我只是要用外國的樣子 對 所以 我不大加進去 那邊可以吃東西嗎 好 今天食物跟台車人 都讓我好分心 看得很分心 為什麼 就很分心 對 每個都很帥 視覺 味覺 視覺 味覺 唱 所以你今天跟我錄了一切 都沒有分心到就對了 對不對 你出去 什麼泰文的 對不對 我們重點是食物 食物 這也是沒辦法嘛 年輕人出國走 是容易分心的嘛 今晚是旅店 特別安排的美食之夜 你看 不用出門 就可以吃到附近的在地小吃 重點還是免費的 這種好湯是要去哪找呢 不管你是要外國吃吃 旅店每天都會有不同的主題 可以報名參加 是不是很有心呢 好啦 吃了一整天 曼谷實在是讓我太驚奇了 每次來都有不同的感受 真的沒想到 泰國菜還能這樣吃 所以沒吃過 千萬不要跟人家說 你來過泰國 哇